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性交易在法律价值观上都充满争议,近日欧洲有庶民女大生声称要拍卖处女引发社会关注,他们自述拍卖处女的原因都是为了要付学费。 综合外媒报道,德国男子创办的色情网站灰姑娘印照站Cinderella Escorts,近日多了庶民女大生,包括英国伦敦26岁的Jasmine,荷兰18岁的Lala,20岁的Monica,他们秀出小好身材,以自己的处女身份为号召,希望能借此得到不错的报酬。 报道指出,Lala说自己这么做事为了付学费,减轻经济负担,也会将钱用于负担家里的债务。 Monica则说自己还没找到值得她付出处女的人,她也希望借此支付学费。 Monica还说,她很高兴可以活在一个能掌握身体自主群的时代,他们两人的最低出价都是2万欧元,约新台币70万元。